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听竹窗随笔 秦朝李斯官居宰相 最后却被处死刑 临行时看着他的儿子说 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 带上苍蝇 出城打猎 还能有这种日子吗 于是父子两人相对痛哭 不仅李斯父子被腰斩 而且连他的父母 兄弟 妻子 也全都被杀 李斯最后说这几句话的意思 是后悔 与其有今天的富贵而死 还不如仍过着当年贫贱的生活 而得以生存 可是他怎不想想 当年字役不裂 那些无辜的兔子 遭逢鹰犬追杀 不就像今天 自己被处死刑一样的惶恐 凄惨吗 兔群遭你灭杀 你今同样也遭诸族 因果报应丝毫不差 不知反省当年杀生之罪 反倒羡慕以前打猎的日子 所谓至死不悟 就像李斯父子二人呐 今天的竹窗随笔 就讲述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